哈囉大家好,我是小A 過完年了,該推薦一些好看的動畫了 今天這兩部是看了《心臟會抽痛》系列 婦女小夥伴們準備好了嗎? 那我就廢話不多說了 馬上開始今天的主題吧 第一部《星河之空》 赤根和樹老師的作品 2019年10月新翻 12集目前已完結 但劇情線並未跑完 本來預估做24集突然被腰斬 各位喜歡這部動畫的小夥伴們 趕快努力推廣 希望還能出續翻喔 雖然無法超越那些強勢續作 但這部帶點黑暗又有點詭諧的作品 成了我10月翻最喜歡的新作 智成男中學男子軟式網球社因為缺乏成果 若不能在夏季大賽中取得至少一次勝利的話 將會面臨著被解散的風險 與此同時隨著社員的退社 男子軟式網球社 已成為只剩下7人的弱小團體 為此隊長新成為了拯救社團 邀請著有著優秀運動能力的轉學生 桂木加入 桂木家是單親家庭 因此家務都有桂木負責 以不感興趣而拒絕 新成最終用金錢收滿桂木 成功讓他加入了社團 這部圍繞著社員們的家庭 各有各自的困難與糾結 正如成語所說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不原門一邊面臨家庭問題 一邊思考如何讓男子軟式網球社 成功渡過難關 我覺得這部真的是當時10月翻 我每個禮拜除了續翻最期待的作品 很有深度也很發人深省 有黑暗的一面 有感人的一面 就像包著精美包裝的炸彈 隨時會爆炸 觀眾們觀看時會有著緊張感 完全猜不透下一秒要發糖還是投毒 畫風屬於舒服治癒的類型 兩位男主互動又激情滿滿 相信各位喜歡劇情的婦女小夥伴們 一定會喜歡的 第二部 明鳥不飛 這部就是小A我這集影片的重頭戲 私心推薦 今年20202月27即將在台灣上映的電影動畫 明鳥不飛 講述日本黑道間禁忌的同性愛戀 道星惠旗下 真誠惠邵當家 史黛是個個性超M又變態的人 從不會讓別人看透他的內心 某天身邊來了一名叫做百目鬼李的隨眾兼保鏢 雖然早就下定決心 絕不會對部下出手的時代 但不知為何被百目鬼所深深吸引 彼此懷抱著自己的傷痛而活著的兩個人 他們的故事就此展開 這部我從漫畫就開始追 一開始不太想看 畢竟看內容就覺得應該是屬於比較黑暗系的 有時透過文字 我會看得眼花 但是某天好奇就點了進去 一看就無法停止 甚至連單行本都買來收藏 如標題所說 虐心上映 強烈推薦 不堪會後悔 難得有BL動畫登上台灣大螢幕 當然要去支持一下對吧 上市同期生沒去到追悔莫及 婦女小夥伴們 則們訂閱見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喔 喜歡我的影片幫我按個喜歡加訂閱喔 有任何問題可以留言告訴我 想跟我討論劇情的也可以跟我說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